chunk of the DNA 有什麽為人叫著 每一種菌說 English 叫做腦膜鹽... 它的第一步是危險病菌 主要是通過血量生長 然後走到腦膜,他喜歡住在腦膜 然後再在腦膜生長繁殖 當然會傷害你的腦 所以感染了之後,有一半人會有腦膜炎 有一半人會在血液有菌 另外一小部分人會有肺炎 但是死亡率大約10% 而另一半人說他醫治好了 但也有腦部的損害 就是危險的病菌 雖然機會率不大 例如香港每年有幾個病 有這個病 但萬一你真的中病 會有嚴重的事項 所以在預防來說,雖然機會率不太高 但是有防疫針去打的時候 我也會建議小朋友的家長 幫助小朋友打了這個預防針 就是萬無一失 有兩類人是最容易有肺炎 嚴重的病發症 第一是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以及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是最多最多的 第二部分就是 例如入住宿舍 以及當兵的時候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加上當兵的壓力很大 訓練是壓迫得很厲害的 那群人身體低 就會在大菌者上慢慢傳染回來 這是兩個高峰期 傷害了腦 以後讀不到書 一輩子就毀壞了 這個機會就算不大 一中了 是不能回頭的事情 那如果你說衡量 你一輩子的投資 那麼多錢去教那個小朋友 享受的人生 那如果一個疫苗是打兩針 可以免除了這個機會 那盡可能 除非經濟是認真認真差 都是值得去投資的東西 有時候你差不多吃少一餐 都買少一兩件衣服 都在那裡 你可以想就是 一年有幾萬個小朋友出生 一年大概有幾個人中招 機會率就是這麼多了 但是這幾萬個小朋友出生 等於你說好像交通意外 我們都盡量避免 因為我們要看左右 看到是沒有車 我才說馬路一樣 政府暫時是沒有包這個疫苗的